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赫本心锐艺术家 艺术像我们的人生 他绝对没有完美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吴日晴 从九岁的时候 爸爸就送我去接触书法 居然就让我一辈子想要 来做艺术创作这件事情 我是梁景涵 我是艺术创作者 本身也是艺术教育工作者 我们这次厕长的内容是以画我为主题 那吴日晴老师呢 他是留学英国的一个艺术博士 这一次因为是跟李赫本古今老板娘合作 保证让大家会有惊奇的感受 一般的画家或艺术家 他们都是在密闭室里面创作 我是跟天 跟地 跟日 跟月 一起合并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不会有没有灵感的时候 李赫本做过百业 艺术家只是其中一种身份 现在目前的职位是黑手的老板娘 所以我称为我自己是黑手艺术家 每天忙忙碌碌 在各大上市的钢铁厂里面 来来往往 他也是我创作里面的灵感 因为你的心中够坚强 你的图才会有意义 我的心中有什么东西 我就直白地把它绘画出来 不修饰也不做作 我从来不设定 也不画界线说要如何去创作 因为每一个人的作品他绝对要独特 也是不可取代的 线条其实就是艺术家的心跳 他的情绪都在那个线条里面去展现 刚好这个地方无缘呢 对我来说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回忆 是我爸爸都会骑着尾士牌 然后风雨无阻地带我去写书法 那也是其实就是我跟我爸爸很靠近的一个时光 跟李赫本来做一个年展 那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好像回归到我生命中的一个印记 小时候的一个印记 所以就把我从小到大的这些过程 然后把它的那个精华 凝聚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 所以在这次展览你就可以看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